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敬世尊阿罗汉政治抉择 李敬世尊阿罗汉政治抉择 好的 今天晚上呢 我也没有东西要给你们共享 所以不用发文件 我直接就在这里带领大家 共修这个慈心禅 所以你们大家就是最好能够坐在那边 或者盘腿都可以 如果你不能够你就坐在椅子上也可以 除了生病者之外了 那么我们大家就是要静音 只是我的声音开坐 我先把这个转给妙联去坐 然后你们大家静音 然后只是我这边带着你们修一个小时 然后在要结束之前 我会通知大家 你们就可以打开声音 然后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问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你们要做的 你们要做的方式就是 你们就是开 做听 你也看得见我了 你可以开着听 然后你就照着做就是 这个今天晚上做的这个 整个过程全部是我们的内心的状态 所以你们必须要非常专注的了 如果你懂得这样做的话 以后你就你们可以自己做了 好 自己在家里常常做练习了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慈心禅的修的方式了 就是我们修的时候呢 所以你持心是一种愿望来的 就是我们的内心起一种愿望 愿我安乐 愿我身体没有苦 愿我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我没有显难 那么我们愿自己完了之后 我们就愿别人 以及愿众生 同样的也是这四种愿 如果你是修别人的话 你就是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健康 愿他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他没有显难 所以都是这四个东西 就是这四种愿望 那这个是在我们的心中 一直见生起见的念头 但是我们的还要用我们观想 比如说你是修给你的冤家 或者修给你的跟你不好的人 不合的同事 你只要观想那个人 他不是在生气的样子 是平常的那个样子 然后你的心中一直发起这种愿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他没有显难 然后你从你的心脏的部位 你要感觉有那个能量 就是持心的能量 从那边散发出去 到对方那边 那就是这样做 众生也是这样 众生是最详细的 最广泛的 如果你前面对自己的愿做得好 以及对别人的愿 能够这个持心的愿 能够做得好的话 对众生是很容易做 因为他比较 呃 是 几乎可以讲是 心已经达到 呃 持心定了 然后 你的愿出去的话 非常广泛的 呃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现在 我们现在就开始 你先用呼吸 让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 就是跟着录席跟出席 就是跟着录席跟出席 他可能感觉 他可能感觉 身体会发烧啊 或者感觉 额头会麻啊 或者有其他的那些感觉 这些都是好的现象 所以不要去理他 也不要去张开眼睛 也不要去想他 你就是静静的坐在那边 放松自己全身 放松身体是很容易做得到 但是要放松我们的心做不到 我们怎么样能够放松我们的心呢 你就是要 实际上我们的心呢 我们看东西啊 他占了我们的那个注意力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耳朵大概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 听声音呢 那么其他的鼻子舌头又跟身体又占了其他的 都很小的部分 主要就是我们的眼睛是最主要的 所以 因此你要放松你自己的话 你就是要在眼睛这边下功夫 就是你的眼睛 眼睛旁边他有那些肌肉等等 你就让他放松 你就不让你的眼睛放松 但你用 这个是要很难解释的 就是你总之你要放松你的眼睛 就是不要去想象任何东西 然后你会 你放松眼睛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你的眼珠好像是浮起来的感觉 好像眼珠像两个气球这样 它会浮起来的感觉 如果你有那种浮起来的感觉 所以就是表示你的眼睛已经放松了 那这个就直接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所以你的心也就跟着放松下来 就不再去想象任何东西 也不再去起任何念头这样 好了 这个只是一个准备了 就是 有修过定的人呢 就是有或者得到定的人 比如说初禅 二禅 三禅等等 他很容易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那些人有很多问题很难达到的 就是他并没有有过这样的经验 所以会感觉的比较困难 总之你也是要练习了 因为这种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训练 所以你自己要练习它 好的 但你感觉完全放松了之后 身体也放松 心也放松之后 你会感觉是空空洞洞的 因为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夜处了 你可以说唯一的夜处也就是空气了 就是呼吸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心已经安静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修对自己散发慈心 这叫个别慈 对人修慈心 这个叫平等慈 对众生修慈心 这叫遍满慈 所以是三种不同的慈心 所以我们先修第一种 那我怎么样对自己怨自己安乐 怨自己身体没有苦 怨自己的心中没有苦 以及怨自己没有显难呢 所以你就要用方法 我教的方法都是这样 你就扫描 扫描自己 你用你的心去扫描从头 扫描到自己的脚底 你一边扫描 你一边对自己散发爱心 慈爱心 愿我安乐 愿我身体没有苦 愿我心中没有苦 慢慢你就扫描到鼻子了 愿我没有显难 然后再继续扫描下去 到了嘴巴 愿我安乐 又到了下巴 愿我身体没有苦 到了颈向 愿我身体心中没有苦 就到了肩膀 一步步这样扫描下去了 愿我没有显难 你就心中一直默念这四个愿 然后你就慢慢感觉 那个扫描一直下 一直下 下到脚底去 你必须要警觉啦 你必须要警觉啦 不要扫描一下 不要扫描一下 关注眼睛 然后你就睡着啦 不要这样啦 你心中要警觉 就是要有正念 如果你感觉你没有扫描 你就要醒来 诶 怎么我没有做这样 然后继续念 心中念 愿我安乐 愿我身体没有苦 愿我心中没有苦 愿我没有显难 这样 静静的在心中念 念这四种 对自己的散发的 持爱心的那四种愿 持的愿 然后这样 你做到脚底的时候 这才是第一片 你再做第二片 再从头开始 然后扫描 一边扫描一边 心中默念 愿我安乐 愿我心中 愿我没有 愿我身体没有苦 愿我心中没有苦 愿我没有显难 那你就一直这样做 做到第二片 做到脚底 然后 做完第二片 再来做第三片 也是这样 从头做到脚底 从头做到脚底 好 我们做完三片 这个叫个别词 就是对自己散发慈心 然后你做第二个步骤之前 你检查一下 这个叫审查 巴黎文叫 巴结维卡纳 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审查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的态度 在吃饭 其实做每一种东西 都可以审查自己的 就是审查自己的发心是怎么样的 动机是什么 动机是好还是坏的 以及我做的方式是正确的吗 这样 这就叫审查 好了 那么这时候我叫你怎么审查呢 你就是审查 我是真的是不是爱我自己 这样 我刚才这样怨我自己 我有没有真的爱自己 你就只想一下啦 就是想一想我平常的行为啦 我是不是有真的在爱自己 所以我们自己平常的行为 你自己知道你不用跟人家说的嘛 你自己心中懂的是怎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你脾气坏 你在骂人 你就是没有爱自己嘛 或者你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那就是没有爱自己嘛 因为如果你做这些恶业的话 他总有一天是只爆不了火的 那会被 火就会烧出来嘛 就会被发现嘛 所以 所以因此你就要自己 检查一下自己啦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平常的那些 身与意的行为 是不是 有一些 有问题啦 如果是有一些 有问题的话 你就忏悔 忏悔 然后你自己 检查一下自己的心 是不是散了啦 好了 如果你觉得是没问题 那就是说你有爱自己 如果你自己检查完 审查完 你觉得 对我这个地方不对 我不应该这样说话 对我对这个人 不应该这样的态度等等 那就是你的 并没有真正的爱你自己嘛 因为你会做一些伤害别人 也就是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才叫做个别慈了 就是对自己散发慈心 就是有爱自己啦 好了 我们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修第二个层次的 叫做平等慈 平等慈里面呢 这边有三种情况 人呢 就分 基本上分成这三种 第一就是你喜欢的人 第二就是 跟我们是 就是普通的交情 不是好也不是坏啦 第三呢就是不好的啦 就是你跟他这个人是 有一些纠纷呢 或者有曾经相骂打架过等等 所以基本上我们跟人家的交情呢 就是这三种 好我们就修第一种 就是跟自己 就是还过得去的啦 就不是说 不是 冤家啦 也不是普通的那种 所以算是比较 呃 关系比较好的那种 所以因此你就 你必须要观想 这里呢 就是你在你的眼睛 就是你要用你的眼睛去看 看 啊 你就可以看那个人在前面 怎么会在前面 就是从你的记忆之中 找这个人的样子啦 然后你就观想这个人呢 在前面 然后你就对他散发爱心 就愿他安乐 也是一样扫描从头到脚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他没有写难 然后你就从头扫描到脚 一边扫描一边 心中念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念很多次的啦 你不能够把那个人想成 很小的一张照片的那个样子啦 不是 他是跟我们一样大的 就是跟真人一样大的 我们想那个人的话 就是跟真人一样大的 所以那个人不一定要在你的隔壁啦 可以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对他散发慈心的话 他那个人会感觉到的 所以我们的心要有非常强的能量 如果尤其是修慈心 那你就做完一遍 再做第二遍 再做第三遍 你就对你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可能不止一个 你就找几个啦 这个是一种练习嘛 多练习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找一个 来了 观想那个人在前面 然后你就修他一遍 对他散发慈心 第二遍第三遍 就是从头到脚扫描他 你一边扫描 你的心中要有那个能量 就是慈的爱的能量散发出去 从你的心中散发出去 所以你会感觉你的心是柔软的 温暖的 如果我们跟人家 吵架有纠纷的话 我们的心是很硬的 而且是很冷酷的 就是不友善的 所以我们修持心刚好相反 是对这个人呢 有温暖 有一种爱的温暖的感觉 你一步一步修的话 你会感觉到你越来越放松 整个人的感觉越来越放松 而且你会感觉整个人是明亮起来的 我修的一般上都会出现光 光都是蓝色的光 所以我常常提到这一点 你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是蓝色的光 因为蓝色的光是最温和的 好完 接下来我们去修普通的人了 普通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你可能认识 也可能就是见过面 但是也不懂他的名字 只要我们有见过面 懂得那个人的形象就可以了 知道不知道名字都不重要 这里纯粹就是修能量 持爱心呢 其实就是一直在修能量 所以普通的人可以任何一个人 然后也是要真人的大小 然后你就一样的 也是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扫描从头到脚 然后一边扫描 你一边把爱心散发给他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愿他没有显难 做完一片 做第二片 做第三片 开始做的人会觉得很困难 好像不知道怎么做 只要你学会的做 会做的做以后非常容易的 很快的 好了 我们现在就做第三种 情况就是讨厌的人 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 所以你不喜欢的人 你就想一个 你自己跟你有一些纠纷 有过节的这个人 你就想他在前面 但是不是跟你发脾气 在吵架的那个样子 就像平常这样 然后你就对他散发慈心 就像这一位 所以我说你把这种感觉 是什么 什么 你怎么做的 我知道 我会有个人 那些人 他们不想 对我太过来 可以 我心想一想 你怎么做 没想到 你怎么做 就做 好 修这个第三种是有困难的 很多人一越修了他就越气 他想他这个人都欺负我 还骂我 还打我 还骗我 借钱不还什么等等 他会越看他就越起真心 所以他就心中不能够不会平静 因此你就必须要思维一下 思维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正思维 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轮回 我们在过去世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感觉自己是吃亏 但是你不知道你过去世你对他又怎么样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己这一世吃亏 那你就心中感觉到非常纷纷的不平 你必须要想远一点 想过去世 你不知道你曾经做些什么 伤害他的事情 你这样想了之后你就知道 可能呢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佛陀才说我们是自己业的主人 是业的居成人 由业而生 是自己业的清竹 依自己的业的支撑而活 不论我们造什么业 善的或恶的我们都要承担 所以你要想这些东西 这个是佛所讲的这些话 在我们的课顺本里面有的话 如果你必须要 如果你没有做早晚课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背起来 好了 然后接下来 你通过正思维 你的心就平静了 然后你就对这个冤家 散发慈心 直到你的心中 不会感觉 你能会 看见这个人 他会引起你的 称心 这样才叫 平等痴 所以 对人修的时候 最大的考验 就是在对你的冤家 修慈心 所以 如果你在想起 冤家的时候 心平静的时候 就是达到平等痴 这是第二种 所以刚才第一种 是对自己 修慈心 个别痴 第二种 叫平等痴 做完这两种 你会感觉到 你的人非常舒适 你的心中 非常的 安静 而且非常 祥和 那这时候 你就 先观想 众生 第三个步骤 我们要修 平等痴 你就先观想 众生 众生就从 最低的 那个无间地狱 一直往上 地狱里面 有很多层 有日地狱 有火烧地狱 也有 冰冻的地狱 还有其他的 静边的地狱 等等 是互相 夹杂在一起 就好像那个 密封窝 这样 一个窝里面 就是一个地狱 这样 你就想 有很多很多的地狱 而且那些地狱里面 都是铜墙 贴壁的 那些人 怎么样进去 我也不知道 总之 他会进到里面 但是是出不来的 就是他们的业 他们所造的业 也就会使他们 进到里面去 而他们必须要在里面 受苦到夜晚为止 他才会出来 所以这是地狱 然后鬼 然后出生 然后阿修罗 然后人 神仙 欲界天的神仙 就是从四天王天开始 道立天 夜谋天 兜衰天 化乐天 他化乐天 等等 一直上去了 所以这些是欲界天 然后色界天 无色界天 你就一层一层三 如果你不清楚它 你就把它背起来 但你说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状况 我们的确是不知道 它是什么状况 但是你知道 它是一层一层的天 每一个天会比下面的 那个更殊胜的 所以越高的那些天 就越殊胜了 而且越高大了 那些神仙 所以 这就是到 这个就等于三界 就一界 四界跟五十界 然后众生的形状 各种各样都有 有的是看得见 有的是看不见 有的是近 有的是远 所以佛陀才在慈爱经里面是说 凡有众生 强或弱 高 转 中等 矮 粗 细 可见或是不可见 居于临近或远方 以身或是僵身者 僵身的比如说 在蛋里面的 在胎里面的 还没有化身的那些 就是僵身者 以身或是僵身者 然后你就对所有的这些众生 散发慈心 所以这样的话 这些众生是无量的 有看得见 有看不见 有空中飞的 有水里面游的 有地面上面走的 有没有腿的 有四条 两条腿的 有四条腿的 有多条腿的 多足 无足 两足 四足 多足 各种各样 有大有小的众生 无量的 这些众生是散布在 整个十方 是无量的 所以因此你 你怎么样去修 你如果常修 可一下子到十个方向 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做到 所以必须要一个一个方向 慢慢做 所以首先我们就修 前面的是 东方 你往东方 前面就是你前面了 你的前面就当做是 东方就是了 你往前面把爱散发出去 那这时候你不用 一层一层扫描了 你就是直接从你的心 那些爱就以蓝色的 光的形式散发出去 光是以光束的形式 细细的光 每一个光束就会碰到一个众生 就是我们的慈心 愿他们安乐 愿他们身体没有苦 愿他们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他们平安 没有显难 不会中这个新冠病毒 等等 这些就是一种慈心 你愿人家平安 所以东方呢 你可以左手到右手这么宽 东方 从脚到头顶这样 整个前面出去 对不对 然后你就从心中这样 把那个爱散发出去 它的范围了 就是刚才我讲 左手到右手这么宽 从脚到你的头顶 也是这么高 这么宽 你就把爱从这个地方 就这样散发出去 那就像东方 那这时候呢 你这时候呢 你已经修得非常熟悉了 所以 你的爱呢 就以蓝色的光的形式 就这样照出去一下 照一片 照两片 照三片这样 你把你的爱从你的心 往后散发出去 也是左手到右手这么宽 脚底到头顶这么宽的高度 然后你就把爱从这边散发出去 然后南方就是右手边 因为前面是东方 后面是西方 所以右手边就是南方 所以南方 你也爱从你的心 这样散发出去 北方就是你的左手边 你也把你的爱 从心中散发出去 这种爱里面就包含了 愿它安乐 愿它身体没有苦 愿它心中没有苦 愿它没有显难 所以你其实在这边修的时候呢 你根本没有念这个东西 你只是心中有那个爱 那个爱是以蓝色的光 这样照出去 遍满尺就是这样修 遍满尺就是这样修 它没有在念刚才前面的四种愿 好了 我们这边已经修了四个方向 这个叫四个方 四方 然后还有八方 八方就是 全部中间的啦 四个方向的中间就是 其他都四个嘛 就变成八方 然后我们就首先 西北方 就是左手边跟前面的中 对不起 东北方 左手边跟前面的中间 这叫 东北方 东北方 然后 往后 西南方 你就把慈爱 散发出去 然后你也可以同时 把爱散发给它 对面的就是西南方 这个时候全部都是爱 那个爱以蓝色的光的形式 照出去 然后东南方 就是前面跟右手边的中间 东南方 那你也把你的爱散发出去 然后西北方 就是东南方的后面 就是另外一个对角 所以 你也把爱散发到 西北方去 那么这里就是八个方向了 这个八个方向都是在平面的 然后 你再下去 从我们的脊椎骨 一直往下 到下面去 你这样一看下去的话 你会感觉到 是很深很深的 一直升到最深的 无间地狱去 你就把爱一直往下散发 你会感觉你整个人是佛起来的 然后 最后就是往上面去 就重新往到头顶 这样散发出去 所以 下方一直到无间地狱 上方到 世界 无色界 天 然后你修到这里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不会找到自己身体 你所感觉到的就是 无量的爱 这个爱散发在十个方向 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非常虚薄 虚薄 这个你就找不到自己的身体 只有那个磁心 而那个磁心就像太阳光这样 一直从你的心中念照出去 你会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非常祥和 非常宁静 而且感觉非常温情 非常温暖 有温情 不是那种冷漠 也不是那种冷酷的那种 而且是非常舒服的 好了到这里呢 你找不到自己了 实话说 所以 但是这个只是属于三场而已 你达到片满尺的话 也只是属于三场而已 所以 你要 出来的 就是要从禅定之中出来 所以我们要用方法了 你就想前面而已了 只是东方 你一下子十个方向就变成只是剩下一个方向 就小了很多了 然后接下来 你就 回到自己的身体 你感觉身体恢复 然后你就 回到自己的身体 你就愿自己安乐 愿自己身体没有苦 愿自己心中没有苦 愿自己没有闲 然后你可以用 牙齿摇摇摇摇一下 用尸头动动一下 以及用你的大 你的手指 动动一下 以及动动一下你的脚趾 你会感觉身体 在那边 身体恢复 这样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也不用张开眼睛 你又回到呼吸去 回到呼吸的话 然后你就 想 我现在 能够感觉身体有了呼吸 然后你就想 我想要结束这个磁形场 你就可以出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呼吸一阵子 然后你就可以出来 这样就是一座的磁形场 如果你要修到四无量的话 就是像刚才你修到磁片满的时候 你不要出来 你就在那边转念头 就是转什么念头 你从磁形场 磁无量修到悲无量 悲无量怎么修 就是你要想众生的苦 生老病死苦 愿真会苦 爱比利苦 求不得苦 所以你就想 但愿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 那这边众生是无量 所以马上就变成了悲无量 这个是变成达到悲无量 悲无量做的时候 你会感觉有一点悲伤 悲哀的感觉 都是很苦 然后接下来就想修 随喜所有众生的善业 不管他的善业是多么微小 你都随喜他们 每一个众生都有做过善业的 所以你就随喜每一个众生的善业 然后就变成了喜无量 喜无量是一种非常欢喜的心 就是欢喜人家做好事 所以磁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最后是叫做舍无量 舍无量就是你检讨 词无量 你要修很久 悲无量也是要转念头 喜无量也要转念头 你说这样的修来都很累 都是在念头 修来修去都是那些念头 所以你就不再起念头了 你说这样的这个念头就是苦 所以你就保持安静 不再起念头 那就是舍无量 好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要修四无量的话 是这样修了 那么修完你也可以要出来了 出来也是一样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样 你就变成一个方向 像东方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 身体 然后动动你的 牙齿 舌头 还有你的手指 脚趾 这样 你就感觉有身体 然后你就回到 安班念 然后你就出来 一样的了 他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出来了之后 对于那些 比如说你要修安班念的人 你一回到安班念的时候 你会很快就又再进入很深的钉 就是修安班念的钉 然后你会进入三场 然后就会进入四场 你继续修下去 那个呼吸就变成非常细 然后找不到呼吸 然后身体也消失 然后就进入四场 然后就会看见官民 那就是属于四场 好 我们现在就结束 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你们可以 要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打开声音 把问题提问出来 然后我解答 好了 打开 自己可以打开 师傅 嗯 师傅 好 说了 说了 嗯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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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还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可能不知道了 有可能会犯到 他会犯记不 会犯记不 有可能会犯到的 那他 那他还会多讹到吧 不会的 因为他不知道嘛 等他 是啊 等他遇上佛法了之后呢 因为 那些人呢 他有隔阴嘛 隔了阴之后 他就不知道嘛 他不记得嘛 所以 他一遇上佛法 他就不会再犯记 他会把他的记者说到 一般上如果 你听我讲 一般上如果他有正念的话 因为正念是不会消失的 一个人培养 有培养好正念的话 出国的人 他是 他的那个 正见 非常好 就是他 他的什么叫正见 就是 他对于无常 他非常清楚 他有这样的正念 有这样的正见 所以 他就不会 诽谤佛 诽谤法 诽谤僧 他也不会 犯武戒 这是出国的人的现象 所以他的心中会有正念 也会有正见 因此 一般上来讲 是应该不会放戒的 但是 也有可能会放戒了 但是 只要他一遇上佛法 学习正确的佛法之后 他绝对就不会放戒了 不会放五戒了 所以我们讲 出国的人不会放五戒 这句话还是成立的了 那他在没遇到佛法之前 所犯的尖 那就要受苦 但是他还是不会往下剁 不可能去二道的 谢谢师傅 出国的人 他已经断了二道了 就是 地狱啊 鬼道跟出生道 跟阿西罗 他是绝对不会去的 这样师傅 谢谢 好的 他也没有问题 睡着了 你就不知道了 对 但是好像 朦朦朦朦的也没睡着 就是感觉 就相当于 也没睡着 就是朦朦朦朦的 感觉像睡着了 但又没睡着 不对的 你竟然是没有正念了 对对对 我知道 像这种问题 我应该怎么去做 那就是糊涂了 你已经没有了正念了 是是是 我就是坐着坐着 听着听着 怎么感觉到 好像睡着了一样 以保持正念的时候 这时间这一段就过去了 是啊 就是睡着了嘛 那应该是就是睡着了 是的 但是意识里边还是说 不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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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自己保持正念的时候 好像 这上几分钟感觉 好像 没有 没有正念 是的 相当于就是糊涂了 睡着了 就是睡着了 没有正念的 那怎么去克服呢 只是因为你的心呢 是 糊糊涂涂 所以分不清 到底是睡还是醒 直接就跟你讲 其实就是睡着了 所以你要这样情况发生的话 尤其在修法的时候发生 你就起来去精神 去洗脸 或者泡一杯咖啡喝 好的 好 好 谢谢师傅 而且像我这边在教的话 你睡着的话 你要忏悔 因为你是在造恶业 所以你要去拿那个 对对对 那我忏悔 忏悔文句 我是在请我忏悔 你要去忏悔的 就是要念 若我身口意不胜放过时 佛父的圆满 容我忏悔经 若我身口意不胜放过时 法 自修 自证 容我忏悔经 第三 若我身口意不胜放过时 身善修证果 容我忏悔经 容就是容许了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师傅 刚才你说的忏悔 哪块的在哪个经理 找找看一下 这个忏悔文 等一下我会发到那个 发到那个 你们的这个 学习群里面 学习群里面 等一下 丁丁的学习群 我就会发到贴在那边 很短的三段文字而已 感恩师傅 好的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我还有个问题 师傅 我还有个问题 你就是说 我是在单位做饭的 完了 你说领导拿了三斤 和那么多火虾 大姐听煮吃的吧 你说我还不能不煮 这样是为了怎么办 我听不明白 我是给单位做饭的 怎么样 领导就拿了那个 活的东西 完了大姐做吃的 你说我这不也是造沙业吗 我得怎么办 你是在做什么 做饭 做饭然后 做饭 完了 这领导拿了活的虾 要么做 大姐做活的 煮煮吃的 你说我这好像心里 还不得劲 你说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已经也得做 还不能不做 我挺纠结这个事 哦 那你 你做饭 你是在哪里做饭 这个单位 在支公司堂 哦 你不是在试验吧 是在单位里面 哦 对 哦 那一定是造药业啊 杀业一定的 你说那我一定怎么办 忏悔咯 赶快忏悔嘛 是 是 是谁叫你做这样的杀业呢 领导 领导买回来 让我做 那是领 那是领导叫你杀嘛 所以是叫杀嘛 你只是工具而已嘛 哈哈 那个杀的业的那个责任是由你的那个领导去负责嘛 那当然啊 你也是 你是班凶了嘛 知道了师父 感恩师父 所以你也是要忏悔嘛 好的 谢谢师父 嗯 没问题了 好的 还有没有别人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 那个忏悔文我已经发到群里面去了 好的 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和长连回向 愿意此功德倒向猪肉镜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为真涅槃园 愿意此功德为真涅槃园 我以此功德回向猪友情 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 好的 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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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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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